祈福二號最近在網路上掀起熱議 因為知名動漫名偵探柯南裡的柯南 毛利小五郎 徽元 小蘭 都在船身上 讓柯南粉超驚喜 柯南在台灣很流行 我們很羨慕 它有點可愛 它很像我小時候的 一看到就會想到它的主題去 有在看柯南的 絕對不陌生 不光耳邊會自動響起BGM 經典台詞 真相只有一個更是不能少 只不過動漫裡 凡是有柯南的地方 就一定有案件發生 網友忍不住歪樓 這艘船真的大丈夫嗎 開開玩笑別在意 柯南彩繪的祈福二號 其實是電動渡輪 噪音污染 柴油味全部OUT 搭乘起來還很舒適 今年一樣也打造了 船身彩繪 還有船內的塗裝 船內塗裝我們也設計了 一些主題的打卡牆 海上巴士的柯南彩繪 會真的花兩周完工 輪船公司表示 難在要與船身分毫不插 抓板面 還要與日方不斷討論 角色位置 如何安排 16號星期五下午就會起航 從戰二庫搭到旗巾 輪船公司因應暑假忘記 還推出幾張活動 鼓勵遊客到期間 不只是走馬看花 還能深度旅遊 首推Snooby的活動的時候 帶來的效益非常好 充了二十萬的人次 2022年就曾推出過 Snooby的海上巴士 當年帶來二十萬人潮 增長兩到三成 後續也有就數回戰 讓動漫迷暴動 這次與經典推理漫畫 名偵探柯南合作 勢必又要讓粉絲再重一波 繼續為了一清路雲節採訪報導